烏克蘭的這個軍力 實質上他已經超越了這個俄羅斯嘛 好俄羅斯就算是全世界好厲害哦 軍武第二大的強國 一打四十二 這成功機率有多高啊 其實我們扣掉俄羅斯 擁有的四千多枚核彈頭 先不計的話 就傳統軍力來講 不管是數數量或是 數量俄羅斯當然是贏烏克蘭 這個毋庸置疑 因為他光三軍部隊的 部隊就有大概九十幾萬兵力 但是我們之前講過說 俄羅斯不可能請全國之力去打烏克蘭 對 因為他還有其他十幾個鄰國 沒有一個國家是吃素的 你如果把遠東部隊調過來 你覺得中國不會趁這個機會 把尼布楚條約那個領土把它要回來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還有中亞喬治亞 哈薩克這些國家其實都很複雜 所以他能動員兵力 的確現在跟烏克蘭總數差不多 但是呢 其實你要去看這個奧斯丁 為什麼找了四十二國 然後成立了一個通訊群組 其實在地緣政治上 他是有意義的 第一個西方盟國準備跟你打持久戰 你一打四十二我看你撐多久 我就跟你打持久戰 打持久戰俄羅斯絕對撐不下去 第二個 那種感覺上有一點新冷戰時期的 那種味道又回來了 就是四十幾個國家聯手在 因為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然後去援助烏克蘭 所以形成了一個不是很具體的聯盟 這裡面當然以北約為骨幹 這個就有點回到二戰之後 美蘇兩大集團 那種北約對上華沙公約組織 那種新冷戰的氛圍又出來了 那再加上俄羅斯普丁今天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他把波蘭跟保加利亞天然氣給斷了 普丁本來以為說 我這個殺手劍你沒有天然氣 我看你怎麼樣 我跟你講正好相反 你這個你就讓歐盟國家 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 對於斬斷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這件事情 你加速他們下定決心 因為本來德國還在游 因為德國每年將近五十趴天然氣靠俄羅斯 他短時間真的還找不到替代能源 結果你普丁自己先斷波蘭跟保加利亞 德國會想要下一個是斷我的囉 那我不趕快準備一下 那以後我就不跟你買了 對 俄羅斯沒有了天然氣沒有了石油 請問俄羅斯剩下什麼 剩下福特加跟魚子醬嗎 福特加魚子醬足以養活一個國家的一億多人口嗎 所以我覺得普丁這個角色是完全錯誤 也代表說他現在已經 我覺得他已經有點失去理智 才會做這樣的決定 這完全沒有戰略思考 好那剛剛我們講俄羅斯士氣非常的低落 你連參謀總長派到前線去 我跟你講那個加拿大那個瓦利 已經在那邊等他了 準備隨時把他幹掉 你怎麼會派參謀總長到前線去 我沒有聽過有人這樣打仗的 好荒謬哦 就表示士氣很低落 可是另外一邊呢 那個軍心士氣是這樣 一消一掌會差很多 俄羅斯因為他久攻不下 所以他的士氣本來就低落 再加上不斷傳出來比較不好的消息 那個民心士氣不會上來的 可是你看烏克蘭 烏克蘭你隨便伸手一撈 就可以撈到很多可以很激勵民心士氣的事情 譬如說哈爾科夫 我們知道哈爾科夫被圍了很久 俄羅斯攻了 烏克蘭又反攻 然後俄羅斯又攻 烏克蘭又反攻 他不斷的在打仗 因為他的戰略位置很重要 對 這三個年輕人呢 你看後面那台紅色的車 很怕 你知道他們開著那台紅色的車 在利用這個炮火稍微比較小 或是停火的時間呢 載著滿車的食物 飲水奔馳在哈爾科夫的大街小巷 到處去送食物 沒在怕的啦 沒在怕的 對而且呢 他們習慣這個開車的時候 一定要把音樂開得很大聲 所以你看標題叫做 用電音抗轟炸轟炸聲 就他利用 他就利用這個空檔時間到處送食物 他送食物有什麼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是就基於他對烏克蘭 這個國家的熱愛 所以你說這種故事傳出去之後 會不會激勵烏克蘭的明星時期 當然會 當然會 另外一個這個更厲害 這個人叫做詐摩 他是個裝甲兵 他大家發現他一條腿不見了 他這條腿不是在這次戰爭裡面喪失的 他是二零一五年 克里米亞戰爭跟烏東戰爭 他是第一個自願去從軍 結果跟他的同袍呢 已經成功的攻下一個小鎮 準備要升旗的時候 突然被敵軍突襲 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大腿 流血過多 後來那條腿救不回來 就被截肢 照理說 他已經剩一條腿了 這次戰爭他應該不用幫忙了吧 但是他是願意重新入伍 這也是在哈爾科夫 所以這位詐摩 我跟你講他不用去打仗 他只要站在那邊 整個軍心就被他激勵了 我都牽一條腿 我都來了 你們還怕什麼 對 然後這位這位阿公呢 八十幾歲 看他抱著他小孫子 這畫面很療癒對不對 對 烏克蘭記者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找到這位阿公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老家原本是在那個 薩波羅勒附近 大概距離薩波羅勒五十公里一個小鎮 二軍開始進攻的時候呢 他們全他原本他這輩子沒想過 有一天他的故鄉會遭逢戰戰火 所以呢二軍開始進攻的時候呢 他們一開始走在家裡 躲了兩個禮拜之後發現不行喔 電也沒了 水也沒了 快沒食物了 家裡呢 他他女兒 他女婿還有小孫子 女兒生病 家裡只有他會開車 結果他就開著車載著一家人 他這輩子第一次用GPS 衛星導航 跑了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一個八十幾歲的阿公 為了保住家人的性命 他開了一千多公里 到烏克蘭西部的一個城市 終於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像這種人 他當然激勵民心士氣 另外這一位 這個就很經典了 他叫做沃洛科夫 他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的副總裁 請注意 他是俄羅斯天然工業銀行的副總裁 照理說應該站在普丁這邊 對不對 是啊 結果他前兩天他宣布 他說我三月初已經離開俄羅斯了 我加入烏克蘭的國土防衛隊 我還用一生來贖罪 真的 因為沃洛科夫呢 其實他是出生在烏克蘭 他出生在烏克蘭 他是俄羅斯人 但是他出生在烏克蘭 可能是在那個前 前蘇聯的時代 他出生在烏克蘭 他後來雖然當到了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副總裁 這算是高階管理員經理人 但是他也不贊成普丁的做法 所以他說我 我不只離開俄羅斯 我還去參加烏克蘭的國土防衛隊 其實有一個現象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俄羅斯跟烏克蘭 因為他們原本都同屬於斯拉夫民族 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前 其實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呢 其實很多俄羅斯人 他們的親戚朋友 是住在烏克蘭的 甚至很多俄羅斯人 他其實是烏克蘭裔的 白鱷也一樣 白鱷現在那個總統 那個對啊 他他就是烏克蘭人啊 他是烏克蘭人 然後去白鱷是當總統啊 所以你當你俄羅斯去攻擊烏克蘭的時候 其實你會逼著很多人拿著槍桿去 可能去對付跟自己有血清關係的人 你覺得這些人怎麼下的了手 沒錯 又不是每個人都跟普丁一樣 喪心病狂 對不對 所以這場戰爭俄羅斯注定要輸 但現在只是說輸到什麼程度 還有就是說西方國家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 一次乾脆就把俄羅斯給KO 從此之後你再也不造成我們的任何威脅了 就真的厲害 也召集了四十二個國家 每個國家提供一點點軍力就夠了吧 而且他為什麼要設一個總協調官 就是每個國家他的專長項目不一樣 那這個總協調官就來協調這四十幾個國家 說你的國家你的專長項目是什麼 協調之後 我們擬定一個整體的方案給烏克蘭協助 所以為什麼英國敢講那個話 他說我覺得烏克蘭如果為了保衛自己 打進俄羅斯領土 我們也支持啊 對不對 所以普丁說我用核彈炸你 我可以我的那個核彈可以炸掉整個英國 但是我不覺得普丁會失心瘋到現在用核彈 因為當你的核彈真的往英國飛去 還沒爆炸的時候 英國的核彈也已經發射了 這一定的嘛 大家就互相毀滅嘛 所以我說撇開核彈不談的話 光靠傳統的軍力 我覺得俄羅斯在現階段要很大的突破 甚至贏得這場戰爭 或他設定了原本的什麼特殊作戰的目標 因為他第一階段已經失敗了 對 現在第二階段是要佔領烏冬 看起來五月九號之前是不太可能